你说林郑的遗产去年已经提出了, 正如我讲那节讲,你剪下去吧, 林郑之前这两年最大的争议是明日大鱼, 大家看到所谓大鱼山、平州、长州, 但那个区域填了海,是很大很大反应, 其实这件事北京是否这样支持她呢, 不见得,为何这样说呢, 大家可能不要跟开新闻, 在明日大鱼提出来三个月之后, 广州说在贵山岛一带填海, 大家不知是否留意这新闻, 其实贵山岛一带填海的效果, 林郑提出明日大鱼是两千亿, 贵山岛填海是多少钱呢,五百亿, 即是很明显很明显是兜巴升到林郑那里, 所以说明日大鱼会不会搞呢, 百分之一百不会,我说的, 因为为何你填得明日大鱼, 你的目的是想争取多些土地去发展房屋, 你填吐路港就可以了, 吐路港是否容易填很多呢, 其他吐路港附近已经很多铁路, 交通网已经在附近, 你一搏下去就搞定了, 你填完整个吐路港没问题, 第一,是否肯定便宜过你填明日大鱼, 因为那里有水流, 吐路港水流很慢,是否便宜很多呢, 第二,你说北区的发展, 即是动到那些香辛, 其实林郑那是聪明的, 闻到味的, 即是中央似乎要咀那些香辛的, 你看这个最新的选委会议席, 香辛的香市派别, 新的立法会都没有一个席位给他来, 即是明显压低他来啦, 即是阶段性历史又没有已经完结啦, 好,老实说, 现在你要找地而已, 正说我已经说了啦, 那香辛一定受冲击的, 如果你现在要做的, 喂,韩正三大政策其中一件事, 青年住房的, 新界大把地嘛, 你那个孝志强就说啦, 政府只要付钱, 池塘都可以拆啦, 那便拆你池塘啦, 但钱够不够呢, 你敢不敢说不够呢, 我即是问一个问题啦, 你敢不敢说不够呢, 你如果要多了, 可能又触犯国安法的, 年轻,是不是先, 既然年轻可以动得的, 其他那些香, 十八香,十四香,十几香, 什麽谓,什麽谓, 你这个池塘要保育, 那青年不用住屋啦, 影响国安的, 青年不住屋, 是不是呀, 那你这香身是否又想捱下 那些敢依为的超育呢, 啊,这些是浪费, 所以说, 林郑的政治遗产基本上是零, 什麽北区发展, 什麽需要发展北区, 你在大雅湾搞基地就行啦, 你应该建条铁路直接上大雅湾, 建条高铁, 高速铁路上大雅湾, 轻铁, 连接香港北区, 直接在屯门落机场穿回港岛, 那便解决了, 是不是先, 什麽需要发展北区, 北区用来建楼, 青年住房, 韩正副总理所说的, 林郑没有遗产可言的, 你现在想下, 退休之后你怎样去找地方躲好, 大佬, 欧洲你又去不了, 其实我真是, 我是为你好林大, 你知你这副专容, 你生得那麽特出, 是否才那麽易认, 刚才你说去英国, 当然你识讲过, 英国是你人生之中, 最最快乐的时光, 但今时今你知不知很多人, 很多那些黑暴的年轻人, 去了英国, 你知你这副专容这麽易认, 你知你那个小子什麽什麽, 吃西瓜不会滴纱骸的那个, 真是这麽易认, 你被人认到, 我怕他们麻烦你, 就无谓啦, 尤其你这麽多现金, 又进不了银行, 真是, 这些是很大件事的, 不要,你终于回大湾区啦, 拿起现金慢慢日日数钱, 过得是日子的, 你不要说, 尤其是你现在, 起码几百万, 李敏虎现金喔, 现金好像那套戏, 富贵逼人那样, 哇,拿着几千元, 碰一下, 李敏虎那样耍下去, 然后叫那个人, 慢慢帮我一张一张执起来, 烫回去, 跟上个数码去排回, 这样没几日的, 就可以大把日子被你消磨, 难说, 至于林郑会不会好像传出来说, 她接替董建华, 她担任国家政协副主席呢, 难说, 因为大家都看到的, 就不会即时接董建华, 董生未死嘛, 对不对, 都是死了, 屎骨寒了, 三五七个月后, 董生这个空缺都要找人补了, 她可能会补上的, 但你说即时, 她一下来就马上补上的, 机会不大, 机会不大, 真是不大, 怎样都要尊重老人家的, 就是中国人嘛, 虽然不让你拜山而已, 但中国人都是很慎重追远的, 很敬天慧祖的, 听说啦。 林郑今个星期, 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二,两天嘛, 两天就在家自行检验, 如果自己发现这个阳性, 就打买报告, 我觉得既然派得那些什么检疫包, 那些什么, 就大家去撩一下鼻歌, 但我是可怀疑一件事, 究竟有无人老实, 将真正结果报给防疫检察, 建议中心呢, 我是怀疑的, 我是怀疑的, 除非有些人想拿病假, 就说我中个招, 哪些东西, 两条港, 喂, 想上班那些, 即手停口停那些, 当然是说自己无事的, 对吧, 其实这件事变相是否等于全民强检呢, 其实真的不是她, 她是永远不可能取代全民强检, 因为无了公道性, 真实性的, 是无意思的, 林郑这样去做, 基本上她是说, 用行动去告诉外商听, 我许英做到尽了, 她说这样, 顶到这一步的了, 即是她也知道全民强检在香港, 走出来是非常困难, 甚至没什么效果, 没什么效果, 尤其是香港现在爆到百几二百了, 即是这样的情况, 已经是走着与病毒共存这条路的了, 现在就算你做全民强检, 找了那几十万出来, 你找到人地方检, 你无意思的, 你除非再生多一年半载了香港, 香港经济就死了, 死了, 香港也很多人不是病死, 是饿死, 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 这个当然我们会谈到, 这个是一个政治路线斗争来的, 现在摆明的了, 对不对, 即是大家可以看到, 你刚才我已经说了, 如果李家超做的, 一定全民强检, 一定跟全国清零的, 一定坚持持中央指定的清零政策的, 一定的, 何君尧, 田北辰, 甚至那些什么, 奴宠谬这些就跳出来, 清零就等于什么病到共产, 共互皇泉, 这些什么无知的说话又出来, 只可怕就是一件事, 人不是因为病到共互皇泉, 只是饿死一家大小共互皇泉, 即是你这样迫下去, 不像03年那样集体家庭烧炭, 不断会发生, 即是这些在一个文明城市那样去做, 我们只会摇头探息的, 真是只会摇头探息的, 但现在看到一件事, 似乎是无可能不朝这个方向走, 即是已经是一辆火车向于这个方向走, 人是拉不住一辆火车, 大家知道的, 现在火车正在动向那个方向, 你无论, 这个无言法。